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志向 脖子后面长志 脖子,这个长在脖子后面的志 是隐藏的非常的深 代表你有靠山,贵人运十足 在工作和事业上常常有贵人帮助 一般这个地方长志的人形式比较低调 即使是家有万贯之财 也不会太过显摆 这是一个脖子后面长志 脑后长志 这种志向的人心胸比较开阔 脑后长志 其实图片可能没有 那么脑后长志 一般这样的人运势是先苦后甜 在前期由于怀才不遇 没有才华施展的机会 但是到了后半生 雄心突起 这个事业大火 赚的是万贯家财 是美欲掩扬 就是名利双收 属于这种又有钱又有名望的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再看一下长在脖子前面的 之前讲那个脖子后面的 前面的志就不太好了 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 没有什么主见 做事很被动 而且那感情的运势很不好 并且长在脖子前面也影响美观 容易招惹一些烂桃花 所以在人际关系处理上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长在脖子正中间 这种性格方面是比较果断的 比较有胆量有气魄 很有领导的风范 正中间就是长在这个地方 这个侧面左极右胸 这个对于女人来讲就是右 右是对于女人来讲是比较极力的 这是长在脖子一侧的志 这个是属于这种享受志 女性即使没有钱也能够享受 有钱花在自己身上 如果是这个志长在左侧的话 是比较凶的 比较不好的 如果是长在右侧的话是享受志 这个天生安乐命 这个即使没多少钱 也能够这个心思放得很宽 心宽体平之人 好了 有关这个志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